一个视频让你学会用韩语字 我介绍第三课 关注堪地老师 解锁更多韩语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堪地 这个句子呢 发生了好几个音变现象 首先是学生这个单词 他前面这个字的 碰到后面一个字的辅音为 他就要变成 念作 如果你没有学过音变的话呢 将它的正确发音背下来 记下来背下来就可以了 那不能念成 不能念成松音 要念成锦音 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 这个地方的 碰到后面的辅音为 圈圈 硬的时候 需要将它直接连接过去 连接过去 连接之后呢 就会变成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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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的 pip 遇到念的时候 又需要发生一个变化 它需要变成一个 meme 所以说最终的形态 应该是这样的 我 你 你 的 如果说你没有学过的话 一样的将它背下来就可以了 正确发音 应该是 我 你 你 的 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一定要跟读哦 然后呢 就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爱好 比如说我的爱好是什么什么 这样的句型呢 可以念作 这趣味呢 我 我 是 我 是 的一个 速略形 趣味就是 爱好 兴趣 那 in 你的呢 就不需要我介绍了 就是 是什么什么的意思哈 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 需要倒着翻译 我的爱好 是 什么 什么 嗯 比如说 Kenny老师呢 平常喜欢运动 那么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换成 運动 我的爱好是运动 那如果是喜欢爬山的同学呢 可以说 我的爱好是爬山 那或者说 我的爱好呢 是学韩语 对吧 学韩语是什么呢 就是 韩国語 恐怖 啊 韩国語 恐怖 입니다 嗯 来跟着老师一起念啊 Chaychimi 는 韩国 恐怖 입니다 那么 发音的部分呢 首先也是这个 입니다 有一个 辅音 同化的现象 念作 입니다 而不是 입니다 其次呢 很多同学 容易发错的 就是这个字了 它的原音部分啊 是这个 we 由 u 画像 i we we 加上 符音 念作 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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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미 취미 好 带着大家 一起来 读两遍 제 취미 제 취미는 뭐뭐 입니다 제 취미는 뭐뭐 입니다 然后呢 就可以说 初次见面 用韩语念作 처음 뵙겠습니다 처음 是初次 뵙다 呢 是 不打 就是 见面的一个 禁语形式 처음 뵙겠습니다 就是 初次 见面 这个句子的 句信结构 其实没有什么 好讲的 重点是 发音 其实有点点难哈 虽然句子很短 但是发生了 三个音变现象 有两个 锦音画和一个 辅音同化 那如果说 希望你的 这个句子 能够读标准 读准确的话 请一定要 做一下笔记 好吗 首先呢 第一个 锦音画呢 发生在 这两个字 第一个字的 收音是 p 好 后面一个字的 辅音是 kio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后面的这个 辅音啊 就需要变成 san kio 所以说 后面这个字 要念作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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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 ket 好吗 那第二个呢 锦音画啊 就是发生在 这两个字哈 那么前面一个字的 这个收音哈 是san kio 它的代表音呢 是这个tik 对吧 这个老大是tik 那么碰到了 后面一个字的 辅音为siu的时候 同样 后面这个字的辅音 会变成 san kio 所以后面这个字 我们应该念作 应该念作这个sip sip sip 而不是sip 一定要用力的去发啊 念作sip 好 那么接下来有同学疑问了说 哎 老师你这写的不是sip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sum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收音又变了呢 这个就是第三个音变现象了 就这两个字哈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前面一个字的收音呢 是这个p 那么加上他后面这个字的辅音为nin的时候 前面这个p 就要变成一个meme的音哈 前面这个字的辅音就要变成meme 所以说 终结这三个音变之后呢 就要念作 这个样子啊 念作 好 同学们 如果说觉得太复杂 太难记了 怎么办 死记音背就可以了 将它的正确发音 记到你的本子上 背下来就可以了 好吗 嗯 念作 처음 뵙겠습니다 처음 뵙겠습니다 처음 뵙겠습니다 请不吝点赞